我們來關心 今年APAC領袖峰會 接受美國的股炎 去行 如果美國總統拜登 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在丟臉進行拜習會 各國領袖都會來到這裡 為安的定期也有提升 如果上線上方 我們連續記者 也拍攝和翁岳布 各位主播觀眾 歐零二三年的APAC領袖峰會 緊張在美國宙金山登場 可以看到我身旁的這一棟 就是今年的主會場Moss County Center 而其實周圍 其實已經有相當多的警力助手了 然後人行道旁邊 其實這個鐵欄杆也都架了起來 因為之後會進行相當嚴密的安檢 因為接下來 有二十一國經濟體的領袖代表 都即將抵達舊金山這邊 那像是我國的領袖代表 這一次依然是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他是會在美西時間十四號的時候抵達 當天像是美國總統拜登以及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也都會抵達 那十五號的時候就將迎來場邊會談的高峰 也就是睽違一年的拜習會 外界關注在拜習會當中台海問題會怎麼樣被談到 而其實我方代表張忠謀 我方的官員也有在安排他跟拜登見面 那像是習近平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也可能在場邊進行雙邊會談 因此除了APAD本身之外呢 領袖們在場邊的見面也會是精彩可奇 以上是現場最新的情形 把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